新北市政府社会局是启动了新北爱小孩行动的计划 发表由社会局编制的亲子互动家长手册 超萌小熊代言人也首度的亮相了 社会局表示只要参加线上有奖侦达 就有机会把熊果娃娃带回家 圆圆眼睛头上顶着红苹果 象征陪伴小孩平安长大的熊果首次现身蒙翻现场 新北市社会局举办记者会 不但介绍熊果这位代言人 还宣布针对了家中育有0到6岁幼儿的家庭 推出这本儿童健康发展家长手册 这本书可以让家长可以看到孩子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让透过这个本书里面 家长可以一起来共读 可以看到很多跟孩子互动的小朋友 而且里面可以游戏 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手册内容以插画图文方式 呈现家长如何透过游戏亲子共读 与小孩互动以及培养默契 记者会也邀请家长分享心得 看完这本书之后 其实我发现各个阶段其实都有很多 可以跟小孩互动的那些游戏 可以让我在更照顾陪伴小孩的时候 可以有更丰富的活动 可以跟他做互动陪伴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算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还蛮推荐大家去就是看这本手册 社会局还表示为了全方位照顾小孩 目前在新北市推出了小卫星计划 政府结合社区民间单位服务弱势家庭 让小朋友下课后有去处也有人陪读 目前共设置有172个据点 我们目前新北市有172个点 那就是由我们的社区的民间团体 或者教会一起来照顾我们 比较社区里面一些弱势的孩子 那目前很多的孩子过去可能一些比较 施工能比较弱势孩子 家长没有办法再好好照顾 那因为有这个点 他们可以在下课的时候 可以来那边一方面可以做功课 二方面可以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 新北爱小孩行动计划启动 社会局欢迎民众踊跃网络下载 儿童健康手册 阅读完后还能够参加线上有奖征达 前500名就有机会把熊果玩偶带回家